那我面前的呢 这就是一个微型玫瑰啊 也就是一个微型月季 可能的话 我喜欢买这种小东西回来养 但是很多人都说它养不活 而且呢就是 长着长着呢 就会变得一个很不好看 你看像我面前这个也是 大家可以看到呢 上面的花没开开啊 叶子基本上黄个差不多了 有的话说这种苗呢 美其名约为极树苗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啊 极树苗这个东西呢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而是说你可以 所以在我们行业里面呢 就叫树层苗 不能说这叫激素苗 它是怎么说呢 用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 而且定期的去打药施肥 让它长得会更快 长出来的会更哇塞 当大家收到的时候呢 是一个颜值的顶峰时期 对吧 也就是说大家在买回来以后呢 陆续的变得不是很好 有的话说怎么怎么定 其实这种东西呢 也是能养活的 丝毫不影响大家一个养护 但是呢 对自己的一个养护要求呢 是蛮高的 像很多的一些养月季的大臣呢 买回来以后照样养得很哇塞 而且千叉也能活 也能繁殖成一片 那为什么咱们养不好吗 咱们就接下来给大家捋捋这个事啊 第一点呢就是光照 这就是我们那个客服小云 姐姐啊 买回来一个 她放到屋里边 我说你这个不用几天 就会成这种样子 她不相信 结果呢 还真成了这个样 它是需要光照的 如果说没有光照的话呢 月季花是长不好的 第二点呢 就是说咱们的一个浇水了 它呢是比较抠啊 弄了一个小小的盆 浇水的话也是没怎么供上水 好吧 有点汗过头 像这种小苗的一个存在呢 对于水分的要求还是有一定的 尽量的保持潮湿啊 花盆在一块的话 选择排水透气 这样的话呢 现在这个情况呢 让它看它也看不下去了 我只能说是自己拿过来以后呢 重新给它种一种养一养了 再往下面说呢 就是虽然说黄叶子很多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新叶在长出来 那遇到这种时期该怎么办呢 我们第一时间呢 就是给它修剪一下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进行修剪了 很多的话有问我 月计划怎么修剪啊 其实您要了解的就一件事啊 只要下面有牙点 那上面您就随便剪 什么是牙点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下面这些个东西呢 都是小牙点 这个是被它掐过头了 你看这个牙点就长得比较快 这个是没被掐过头的 那这边也会有一些小牙点 也就是说 您可以从这个位置剪 当然了 也可以再往下面去一点 从这个位置剪 也可以再往下面去一点 再剪一下 你看到没 这下面还是有牙点了 就说什么呢 只要下面有饱满的牙点了 上面您就随便去剪 接下来呢 咱们就进行把这个干叶的一个处理 所谓的一个修剪 把那不好的叶子都剪掉就行了 对 已经开不出来了 上面这个已经开不出来了 你看包括这一只也是 你看这个 你能拍到这个位置吗 这个位置 这里有个牙点 看到没有 这一只 这里有一个牙点 往下面还会有牙点 我就可以从这里剪 虽然说剪下来这个带牙点 但下面还会有牙点 这个不影响的 适当的修剪 看一下啊 总体来说还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呢 咱们入盆 入盆的话 大家选一个那种比较排水透气的 越级花来说呢 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 就加土了 很多话有老师问我 椰康配土怎么样 这土怎么样 那土怎么样 您就认准了 这种北欧进口的泥碳 稍微加点颗粒 一样用就完事了 好吧 不需要花来胡哨的 你看这小根系 很饱满的 这种东西其实很好养的 不要埋得太深 接下来直接往里面添土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到 越级本身原来的土 也是用的这种泥碳 咱们再换的时候 还是这种泥碳 对吧 跟咱们家土是一毛一样的 直接用就行了 其实我不喜欢越级 我现在有寸 你知道我每回操作都得来扎 我刚才又来刮了一下 就像我 我们家这个小猫咪一样 我还有时候有点讨厌它 因为它老脑疼我 因为越级化老是要得一些病 作为盆栽来说 有个美其名叫药罐子 所以说我提前预防一下 接下来我加入的是这种小粉药 先趴的一个塞浮腺胺 咱们直接往土里面放一下 这种的话 一百天用一回就行了 如果说你看到家里面 如果说气候光照比较差的话 可以一个月用一回 我们这边是光照今天这个样子 我估计它过点时间 如果光照不好又很麻烦 月季尽量的稍微的干扬一下 会更好一点 就等到干了这家嘴 尽量的就是别老是让它积水勿根 尽量的也是保持干事情 最好 你可以看到干一点 虽然说老叶子走了 但是新叶子它会长出来 要不然你要是太湿的话 根已经烂了 新叶子掉了 是我听错了吗 新叶子掉了 那老叶子呢 老叶子掉了 新叶子也没了 现在要加一波肥料 提前加上 这样的话 我有一百天都可以不用给它撕肥了 正常的一个养护浇水 给如太阳 干湿循环 然后就OK了 月季养护 大道自检 就这么简单 希望画我们简单的了解这个试就行了 一个是月季画苗的试 小苗苗的试 当大家收到这种小苗苗的时候 就是你们买也好 这种微型月季也好 微型玫瑰也好 自己在网上买的月季玫瑰也好 如果说来的时候盆土很湿 都要等它干透了之后再去浇下一遍水 你像咱们这个都是 小云买回来以后一直没浇过水 还好 如果说他浇的水比较多 那这个就离死不远了 行了 浇一遍透水正常的养护就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难以 有其他两个问题呢 记得视频要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拜